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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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早晨 我是钟敏玲 欢迎大家来看《聆听主声》 今天是3月20日 经文在《马可福音》第11章12-25节 题目是《信心 讨告 与瑶树》 第二天 他们从白大尼出来 耶稣饿了 那天是星期一 远远的看见一果无花果树 树上有叶子 就往那里去 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 到了树下竟找不着什么 不过有叶子 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 耶稣就去说 从今以后 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 他的门徒也听见了 他们来到耶路撒冷 耶稣进入圣殿 赶出殿旅作买卖的人 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 或卖甲子之人的凳子 也不许人拿着器具从殿旅经过 便教训他们说 经常不是记着说 我的殿必称为万国讨告的殿 你们倒是他 成为财窩了 祭司掌和民事 听见这话 就想法子要除灭耶稣 却又怕他 因为众人都欺其他的教训 每天晚上 耶稣出城去 早晨 哈门从那里经过 看见无花果树 连根都枯干了 那天是星期二 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来 就对他说 拉比 请看 你所就作的无花果树 已经枯干了 耶稣回答说 你们当信服神 我实在告诉你们 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 你拿开此地 投在海里 他欲心里不疑惑 只信他所说的必成 就必给他成了 所以我告诉你们 凡你们祷告祈求的 无论是什么 只要信是得着的 就必得着 你们站着 祷告的时候 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 就当遥恕他 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 遥恕你们的过法 在大齋节的期间 在耶稣最后一个星期 在地上的日子 我们与他 在星期二早上 与他同行 自从荣耀进入耶路实兰的那一天 他与门徒就在白大利住宿 那里是马大 马利亚和拉撒路的家 他在那里已经出了名 因为不久以前 他将拉撒路从死亡里复活过来 我们记得一天之前 耶稣就就坐 这个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 今天早上 他们坐入耶路撒冷经过的时候 他们注意到 那个无花果树 已经从根部打上都枯干了 我们来默想 第23节至25节 主耶稣基督的说话 维基百科对巴勒斯坦 尤大山脈地势有以下的解释 百大利是在耶路撒冷以东 约3.5公里的小镇 接近橄榄山 在耶路撒冷之南约12公里的地方 有一个人工造成的圆统形平顶的山 叫希律堡 它只在白利行东南约5公里远 耶路撒冷是在海拔2625英尺的山上 而希律堡处于海拔2487英尺的高原 即比耶路撒冷低一点 从希律堡向东望 由大沙漠和四海进入眼帘 从希律堡向西望 地中海沿岸的沙伦平原也隐约可见 这是一个策略性的位置 就是耶稣基督降生后 屠杀百利行四景两岁以下的南英 那个大希律王所建筑 即是在公元前23年至15年之间建筑 山顶上有一个坚固堡垒和奢华的皇宫 耶稣说 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 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 它指哪座山呢? 我可以想象耶稣从橄榄山向南 指着希律堡说这句话 含义就是 你可以直接祷告颠覆希律阿基伯王 并罗马的海撒大帝的政治、 军事和经济的能力 他们敌基督的政权 不能抵挡神的国度 祷告要一点都不疑惑 要信所求的要成就 而天父会使事情按时成就 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 无论是什么 只要信是得着的 就必得着 我对主的应许感觉到惊讶 有一股敌基督的文化力量 与神的国度的前进是对立的 在昔日的以色列是这样 在今天的世界也是这样 社会的不公平、物质主义、金钱挂岁的商业模式 对STEM的崇拜 即是科学、科技、工程和数学 国家层面里的贫富懸殊 正在家国扩张的贫富距离、性别偏见 系统性性骚扰和暴力行为 安乐死、MAID made、医药协助下的死亡、堕胎、武力主义、濫用权力、恐怖主义、享乐主义、性别身份、非法贩毒、枪和黑社会、敌基督的文化、清单、不能尽列 神的国度好像在退缩 我们如何打这场熟灵的战争呢? 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增战,乃是与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增战 我们圣灵的宝剑,乃是神的道 我们相失跪地以灵类的祷告为圣徒祈求 阴间的门不能圣过耶稣基督的教会 神回答,为扩展神的国度的属灵增战祷告 你们当信服神,是耶稣的敦促 我们不像耶稣时代的奋裔党,以血气增战 但祷告的障碍就是不肯遥述 圣殿祭坛的祭礼代表了神的遥述 接纳了献祭的人带来的属罪制 一年一度的属罪日,大祭司带着祭生的血进入至圣所 灑血在施恩座上,为自己和以色列文扣遥述 神甚愿意遥述,祂预备一条路 叫我们与祂和好 现在因为基督耶稣一次过为我们成为负罪制 祂死了,我们就不需要献动物遥祭 祂的死有足够的功效 因为祂是无罪的神的高药 祂是无残疾的祭生 由于我相信并认领祂给我的救赎 我就得到姚树 既然接受了怜悯和恩典 我怎能舍不得以相等的礼物 给予那些得罪我的人呢? 我怎能对委屈我些少的人 持有一个不遥恕的心呢? 我经历过罪得赦得遥恕的解脱 所以我正要遥恕别人 我释放他们和我自己得自由 耶稣基督释放了我 感谢主 但愿我们可以彼此的遥恕 彼此的释放 以至到我们的祷告大有功效 将荣耀重赞 各位备主 可以在这个日子的里面 和这个世俗抗衡 圆主祝福大家 明天见 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 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再按一下那个响灵图标 你们就会开始收到 每一天上传的视频通知了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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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